這是超跑直線加速秀 0-200公尺的加速魅力 這是第一次,大家都滿開心的 希望政府可以多試試 過去都是在南部旁邊 中南部跟東部居多 都在東部居多 基隆2023抽跑嘉年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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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透過賽車的這個活動 能夠帶動地方的觀光 也能夠帶動地方商圈的繁榮 我們非常感謝基隆市政府 以及相關的各個局處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大家全力的來支持共襄盛舉 這次基隆超跑嘉年華 在基隆港東岸旅運中心 與中正路南向車道舉行 現場有賽車女郎揮舞著旗幟 為活動增加青春與動感 現場有精彩的超跑直線加速秀 超跑靜態展以及在地的文創產業市集 希望用活動來提升國際港都基隆的知名度 這個活動也吸引許多民眾來現場體驗 開心的跟超跑拍照打卡 開幕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許多市議員 市政府與港務公司等主管都到場參加 感受基隆不一樣的開放與活力 超跑嘉年華 就是嘉年華在過去疫情的當中 他全力在台灣全國各地推動的 非常成功的活動 你們年輕人要記住一句話 有錢不可以任性 隨便去買車 買超跑 買藍寶基尼 買什麼最好的車 馬賽拿鐵那種 要不然你要知道開什麼車要有什麼技術 其實我一直在呼籲強調要告訴你們 你們要有正確的觀念 才能減少最大的傷害 所以我很希望 年輕人能夠來參與這個活動 讓你們有正確的觀念 大家以後開了好車 才有非常好的檢討 你說對不對 好不好 好 我們運用剛完成的這棟東岸旅運中心 在室內我們可以做靜態的一個超跑 展演 那剛好在旁邊就進行中正路 可以做超跑的一個動態 我想說我們總會真的非常有眼光 飄到這個地方 那剛剛我們主持人特別介紹 我們跟委託行結合在三樓 會做一個試騎 那在三樓可以整個看我們基隆港 非常的漂亮 我們基隆港在我們這幾年 我們行政院跟我們基隆市的推動之下 我們硬體建設都已經陸續完工 那最後我還是要代表市府 謝謝包括我們總會 包括我們基隆港分公司 以及我們全體的一個市府同能 讓我們這次活動能順利來推動 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總是特別危險 而在基隆 從來沒有一個海港城市 還在海邊的主要道路上面 辦超跑活動 所以我們基隆算是 與其說是海港城市 倒不如說我們很敢嘗試 我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 那其實某個程度上也符合了未來 有關觀光上面的一些元素 我們都知道好萊塢 現在不管是玩命關頭 已經做到第十集了 從一般的改車 變成現在發到太空上面去 所以這證明說 超跑文化慢慢的 已經不是只有說有錢人的文化 而是一般人也可以接受 而把超跑文化的元素 放進我們城市的觀光裡面 我認為在未來不是只有在台灣 不是只有在亞洲 而在全世界 會變成一個新的亮點 超跑嘉年華的現場 吸引許多民眾全家出動 來體驗北台灣少見的 超跑嘉年華 讓基隆這個國際港都 增添許多開放潮流的海港魅力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